歡迎大家來到SimpleA Class的YouTube Channel 這裡是SimpleCourse on SimpleCircuit Kick-Off Law的第十二版 這裡有兩個Circuit的set-up 這個set-up就用... 是什麼時候用這個set-up呢? 就是當這個resistance小的時候 我們現在的目的是要... 所以我們要設定這個set-up 目的是要量度這個resistance的resistance 但有兩種set法 左邊這個就是... 當這個resistance小的時候我們就用這個set-up 右邊這個當resistance大就用隔壁一隻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先講左邊這幅圖先 左邊這幅圖說... 當R小的時候就用這個set-up 我們反過來想 如果當R大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在想發生什麼事之前就畫好圖先 這裡表好圖先 這裡是Circuit R 這裡是Circuit Vometer 這裡是A Meter 我們主要是用A Meter和Mometer 去當那個... 當那個... 當那個voltage across那個resistance 和那個Circuit流經那個resistance Circuit流經那個resistance 當R大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當R很大的時候呢 你想一下 如果當這個resistance... resistance of這個resistance很大的時候 那Circuit會怎樣呢? 那Circuit就會大部分都留在這邊 所以就不准了 因為你現在是在量度這裡嘛 所以你應該是要... 你量度的東西應該是Circuit流經那個resistance 但是Circuit就流經了這個vometer Circuit大部分流經vometer 所以就不准了 那我們用一個數學公式來看的時候呢 我們實際要的是什麼呢? 實際要的是什麼呢? 我們用V到R 那調一調 R就等於V over I 那我們要量度resistance of the resistor 所以這個RR就等於V over IR 可以嗎? VR是... VR是這個... Voltage across the resistance 這個IR就是這個... Current流經的resistance resistance 我們剛才說為什麼不准呢? 因為我們量度的時候 量度什麼呢? 量度的時候... Voltage沒有問題的 Voltage不多都是across那裡 我們量度就是across那裡 可以嗎? 但是Current那裡就... Current那裡在量度什麼呢? 因為你的AIM太房是多的 所以Current量度的時候 你就會量度兩樣東西了 因為我們說Current在一個隧口 所以Current量度的時候 就會量度兩個Current加起來的重數 所以就會是IRR加IV 可以嗎? IRR加IV 剛才我剛才說那些Current... 因為Current大部份都已經... 這一邊了 所以IR就會attends to zero 那你看看你量度的時候 你量度的時候 你不是變成是用了IV了 不是用了IR 所以就不准了 那因為IV... 我們知道不准了 但我們知不知道它應該是... Extra value大一點呢? 還是Mesh的那個Resistance value大一點呢? 那我們呢... 就可以再看看一看 那因為呢... 那因為呢... 就是Mesh就會小一點 Mesh就會小一點 Mesh就會小一點 那所以現在這個Case裡面呢 actual的Resistance 會大於你量度那個... 就是量度那個Resistance 會小一點的 那OK 那... 那... 那這個Setup就是這樣了 那右邊這個其實都是類似的 那右邊這個就是... 這個Setup就是用在這個Resistance大的時候 那我們反過來想 那當Resistance是小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 那... 我們又是用回這個V.IR了 用回V.IR 那因為... 那因為... 因爲那個Current... Current是流經Amitter 流經Resistance 它們的Current都是一模一樣的 因爲同一條路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 那Current應該是constant的 對於這個Resistance也好 對於這個Amitter好 對啦 因為Resistance... 那個Current都是一樣的 那所以... 用這個K Method的時候呢 就寫到V成正比R啦 那... 那... 所以我們又見到Voltage Resistance和Amitter 它們對分那個Voltage都不同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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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用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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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VR加VA Current剛才那個沒有變的,所以都一樣R 因為VR加VA VR加VA,即是上面這塊 比VR加VA大 因為這要多VA 所以VR加VA是大一點 所以當上面這個東西大一點的時候 VR加VA大一點 所以R' 即是Measure Resistance就會大一點 所以你的actual value是會小了 即是量那個Value大了 可以嗎 好 剛才說的K method是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來告訴你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用R 為什麼用這個case 用R是大的時候才用這個case 而不是小的時候用這個case 那 就因為當R是小的時候 你放回K method 你會發現 裡面呢 VR是比VA小的 那你看看這條式 那當然如果VR大一點的時候 那 你的數據 即是你 你真正用的那個 就是不準 為什麼 因為你 當VA大一點的時候 那就是VR小了 但我們要VR 我們要VR 但VR就小了 比VA小了 所以就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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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用一個R 即是resistant是大的時候 我們才用這個時候 resistant是大的時候 我才用這個時候 再用K method 所以那個voltage voltage of resistance就會大一點 所以VR大過VA 那VA 那VA是微不足度的 很小的 所以就 會準一點 對了 完 剛剛的內容應該幫到大家不少了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歡迎你們留言問我們 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 就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拜拜